那么除了身体方面的顾虑之外呢 我们也非常担心啊 这位CV市长最大牌的外员究竟呢 会不会耍大牌 能否和主帅融洽相处 以及对于战术究竟有多少执行力 但是呢 俱乐部好像并不太担心 而目前尚处于蜜月期的双方 彼此间的印象也非常好 这是我 我们很多人当时说啊 担心啊 他来了后耍大牌 聊挑子什么的 我可以给大家讲 麦迪绝对不是那种人 是一个严格要求自己 非常自律的一个人 每天按我们把训练计划告诉他 提前出来懂待 从来没有说因为他来晚了 而又想训练 每次比赛训练过程中 都按照教练的要求 也没有说因为我带着体能时 我单独训练 没有 都是跟着队伍一块训练 从自己的方方面面要求自己 而且在训练过程中 都主动的给我们的小队员 我们的队员有出现什么问题 主动讲解 成为一种场上的教练 非常好 队员们也感觉到 这个老大可起到一个带头作用 在NB时 麦迪在多个球会 都有过和教练和球队之间的 或大或小的摩擦 而作为巨星这一个身份 加盟的青岛南岚 麦迪能否和性格主帅 江振秀搞好关系呢 对于这一点 江振秀也坦言 他相信俱乐部和麦迪 他说首先俱乐部对他的管理非常的成功 而且他自己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运动员 他管理自己自身的能力也很强 所以我没有担心太多 出于保密的考虑 我们的记者并没有获准对球队战术演练的环节进行任何的拍摄 我们也无法直接观察麦迪和球队究竟融合的怎么样 但是江振秀也表示 对于麦迪这样的剧情来说 融进球队并不是问题 他说首先还没有合练太多的战术部分 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篮球运动员 他不会因为某一个战术就是中间会卡壳 我们现在就是练习让他当得分后卫 目前青岛南篮正进行最后的封闭训练 明天他们将离开青岛开始季前赛的比赛 记者阻力言报道